今天有告告了收飯的規則 這麼多三個已經全紅的飯香總是相當欣賞 只是收飯跟美町條的紅色的飯香 哪些就不一定農 真紅香的榜林社區 就全國都有面積最大和最快的黃金飯 對跟紅色的飯香有這麼不一樣的美景風景 尤其是黃金飯香在一家 是中間半透明黃金的食材更加美食 尤其是紅色的飯香需要卻充滿元氣 不過若是一家的飯香就能看到 黃金色的黃金飯香了 黃色的香比進頭久 中間半透明金光閃閃的食材 經常是相當欣賞 不管以為飯香紅早有漂亮 這些飯香變紅的機會無關 但目前卻是最漂亮的時尊 這就是仁愛鄉榜林社區 獨有的黃金飯香 它原來是由清風做沾目去嫁接的 那它的特色在哪裡呢 它在每年的十月中旬 它就開始換黃 然後如果天氣溫差越大 它就黃得越漂亮 榜林社區是仁愛鄉來為它的客家補落 社區既民都所依在北朝來為主 尤其是飯香 社區的名稱也是因此地來 黃金飯香香我名叫做唐風 就是因為虛仔天現金黃色 才被習慣叫做黃金飯香 由社區入口開始 就處處看到金黃色以外的美景 怕是社區 除了看到航道兩邊邊所種的黃金飯香 所形成的金黃水都以外 大面這的金黃飯香香 美景就是讓人讚嘆什麼 其實這日頭照下來的時候 一片金黃色真的很漂亮 當然紅色也很漂亮 但是紅色的朋友是比較多 這種金黃色比較少 非常漂亮 因為它整個顏色的呈現 會讓我覺得蠻訝異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看楓葉都會想說是看紅色的 到時很少看到整片這樣子 黃澄澄的 真的是尤其太陽這樣一照起來 真的感覺上非常非常的美 能夠看到這個金黃色的說實在 還真的是不多見 比到一般紅色的飯香 黃金飯的感覺是更加工 不管是出大汽頭還是打網 都有不同的美麗景色 脫落以後它的枝幹會整個變黃 就是說它整個枝條是黃色的 加上東北季風或寒流來的時候霧氣 那個迷蒙的黃色的迷蒙 是非常的漂亮的 天氣晴朗的時候更漂亮 就是它有陽光灑下來 你會看到整片的金黃 社區入口這片黃金飯阿秋 是一般過路 尤其上摺停下來 欣賞美景的地點 不過因為社區來黃金飯阿秋 全部都是受於輸入散業 如果想要親自社區 欣賞淨加水的黃金飯糬拿 希望UK可以屬於輸入 拼命因為大陸UK進入社區 做成飯阿秋太順 社區表示 UK以浴度人可以在這連絡社區 發展協會 以浴時間是每天晚上6點半到8點半 接著王朝聖彩虹報道